我幫他貼上黑人牌子 要不要 新車直接貼喔 貼啊 幹真的假的 小吳 我幾倍我要怎麼貼 我就算要貼那個房屋輸出也沒關係 奇怪了 要貼哪啊 這 這 不好吧 那你不好吧 蛤 我要比Suzuki高不行嗎 真的假的 你現在貼了喔 很突兀耶 會嗎 不啊 還不理上面咧 這裡喔 我不管你啦 就這樣捏下去了 蛤 就這樣啊 管他會死的 好吧 讓我來玩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期的老師推車耶 終於要推了有沒有 手牌 上一集大家已經看了 買完了 欸阿呆我跟妳講 蛤 今天是因為天氣好行啦 所以我們要補拍了 我們這次是拍第二次 第二次了 所以你要記得喔 如果觀眾朋友看到畫面有片段 這個衣服場景不一樣 多多包含好不好 我一樣從頭到尾 再帶大家來介紹一下 順便剛剛好 最近小時候買進來了一台 前一代的 1.0的 四排版的 那今天這一台是我們去買的這個 手排版的 我們就快速的 來看一下這台車 手排的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在前面要放那個 FBI的字樣好不好 心理狀況不好的啦 或者是這個 你本身就是這個車的車主啊 等等請不要看這樣 大家都在教你怎麼用 大家都在講這個車多好多好 那我們在拍一樣沒意思 我講過我們不專業 所以我們只能怎樣 愛尿摸尿你知道嗎 想辦法看看這個有什麼 比較不好的地方 有沒有值得地實的地方 好不好 好來看車頭 這一代我覺得看起來 跟前一代 基本上我覺得沒有什麼兩樣 頭燈的這個 裡面的這個造型有點變化 保險桿有點不一樣 那我覺得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正常如果是那個 1.0的 油電款是不是 輕油電 這個如果是這個1.0的 自排款的齁 它的雷射罩是在這邊 但是 Support在這邊 所以這個比較好 因為在這邊 它做一個盒子很醜 然後它這個就是 已經有做一個 塑膠射出的這個 Carbon的飾調 在這兩個地方 它的頭燈蠻特別的 它有自動遠近功能 它如果說是在一個 比較暗的地方 它偵測對下面有來車 它會幫你切成遠光燈 然後有來車 它偵測到之後 它會幫你關掉 它這一次的馬力是 129點多匹 然後扭力是 23點多匹 其實數據都比前一代的 自排的這個 Support 低了一點點 那它這次的車的重量 也比前一代稍微重一點點 前一代我記得 將近1000公斤 可是這個好像是 10 20公斤 這個也一樣 這都一模一樣啊 不太好看了 不過它這個 好吧 就這樣吧 因為以前我是覺得這個 有點 You know 開通不好開啊 不救手 你看這樣開到這邊 你就過去啊 對啊 手會卡住了 有沒有 所以你一定要這樣啊 你把左撇子放在哪裡 然後 後面也一樣喔 後面我覺得是它做的 我蠻喜歡的 一個地方 LED的尾燈 然後雙粗的尾管 還有中間這個 這應該是後霧燈吧 就很多人很喜歡改嘛 然後沿路開 媽還閃石泥 那前後都是 前面沒有雷達 後面是四顆雷達 然後它這一次 我覺得旅圈也沒什麼改變喔 跟之前的差不多 然後配的是這個 二 二什麼 一九五而已喔 我也是二咧 一九五四五十七 我以為十七 應該至少要來個二零五 那種 比較有感覺好不好 那配的是登路普的輪胎 我聽說自排版 好像是配福利時通 合理嘛 好日本車 進口配日本胎 合理吧 那當時有很多人說 一小時一口不買雙色的 因為我們遲早要賣 買雙色其實沒什麼意義 啊就車頂 考個七要加一萬還兩萬是不是 我們到時候賣 怎麼賣都是賠錢 阿呆我覺得我們這樣地詞不對啊 你知道現在聽說啊 你現在去訂有沒有 要等一年 現在要等一年了 一年配合兩百台而已 吉米有沒有 吉姆尼 他們都念吉姆尼 一年還有配一千台 阿車只有兩百 我跟你講 買車賺錢 我那時候前一集是不是有講 你知道包二奶的概念 今天你如果要包個二奶 然後你就買一間房子 給二奶住 比如說你買一千萬 一個月給他個三萬 你想要去拜訪他的時候 去拜訪他一下 然後養了三年 你們分手了 房子賣了一千八百萬 請問一下你是 白癡白和白住白嫖 好不好 所以記得 下次包二奶買個房子 給他住就好了 對不對 台灣房子一直在漲 那當初有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不買黃色 對於這個二手車商來講 我坦白講齁 萬人想應應的到場 大家都說黃色好帥 黃色好帥對不對 真的黃色賣的時候 沒有人要來買 像那個仙草也有人說 橘色好帥 橘色好帥 先不管橘色白色啦 滿 都是賣不出去 還在 好 不要說仙草 Kicks對不對 也有人說橘色很帥 跟仙草橘色是一樣 然後雙色有沒有 我很講 Kicks橘色啊 回來超難賣 永遠是白色賣就快啊 別人買橘色很帥 黃色很帥 自己買的時候不要 我要橘色好醜 我要白的 呵呵呵 它這個沒有感應的鑰匙 那鑰匙都是從這個 門把暗人會上鎖 後視鏡有這個 車色盲點系統 所以你從外觀上 你看不出前一代 Sport跟手牌Sport差在哪裡 唯一就看這個 Sport跟HyperE 同時存在它就是手牌的 看到Sport沒有HyperE 就自排了 只有看到HyperE 沒有Sport 自排的 然後它的那個 開後車廂的按鈕 是在這裡面 回來的時候我有找過 稍微找了一下 不知道它的開關在哪 這個都前一代一樣 沒什麼好看 一樣有這個 欸這個沒有牌 自己打 欸其實也沒什麼好打 7730啦 怎樣 奇奇想你啦 奇奇 誰是奇奇 剛剛我們知道誰是奇奇 欸開放奇奇來應徵 呵呵呵呵 這我選的啦 啊這你選的 我選的啊 為什麼要選這個 啊它就丟一串好幾個給我啊 我說啊奇奇想你好了啦 就這樣啊 很簡單啊 今天我們是為了它手牌而買 我覺得我弟子它沒有什麼意義 你知道嗎 你弟子它叫做怎樣 明年才有車啦 怎樣 隨你講啊 跟仙草就不一樣了 那感覺 哇霸氣程度不一樣 你懂我意思嗎 人家講說這個男的媽 長那麼醜 怎樣 我馬子都多啊怎樣 你咬我 那幹我也沒辦法啊 好不好 那我們還是造實評論 我們怎麼講 不論我們怎麼講 盆數是已經賣不夠了 而且聽說這個 日本Suzuki那邊 有某個零件廠有發生火災 所以它的 裡面的某一樣零件燒掉 所以導致產能不足 內部消息 看裡面走 我覺得這椅子啊 其實蠻軟的 我都說這是小日本椅子 它這張有一點 類似賽車椅的設計 我覺得啦 我猜啦 久了這個可能會 塌掉 因為它很軟 你看我這樣搬它其實是很軟 那我試著去按它裡面有一個骨架 可是骨架是在這個地方 你像我178公分 85公斤 我的腿啊 其實已經 稍微已經要壓到這個 所以你如果說 體型再比我更粗獷一點 例如泰山那種 它很有可能 腿就直接是壓在這上面 不過包覆性我覺得 整體上來講還不錯 它帶這個 有一點點漸層顏色的那種 補妝有沒有 你有沒有覺得 你有沒有覺得在哪裡看過 2008 它是灰的跟灰的 對有點變色的那種烤漆 其實我覺得我是不愛啊 我這樣會不會講得太保守 對啊 幹抽死了這樣 對你要講 你就是 你就是 哪有人這樣弄自己老闆的啦 觀眾要看啊 不是吧 幹狗的更多 我是覺得不好看 因為這 好啦 好啦 因為其實我講過了 我不知道要用什麼 心態來面對這台車 你像仙草我在評比的時候 我們是因為說 如果我花這個錢 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對不對 我可以閒東閒西對不對 問題來了啊 這台80萬的手排車 你還有什麼選擇 應該沒有什麼手排新車了吧 所以我覺得這台車齁 其實我左思右想 在我還沒有交車之前 我就在想這個問題 我怎麼嫌我怎麼嫌 問題是你嫌啊 你嫌啊你去哪裡買 你去買其他的手排車啊哪裡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要用什麼心態面對這台車 好 上車看內裝 有沒有 6速 135 246R 那它這個 打倒檔這個R的時候 是要提這個撥桿 提撥桿 打到最後 這樣才是倒檔 然後中間也是滿陽春的啊 扶手沒有扶手 沒有扶手 前一代就沒有了啦 嚇個屁啊 一直這樣就沒有嗎 沒有啊 然後我覺得它的方向盤是很細的 而且握桿普通 握桿普通 不過它有車龍線 然後這邊又做一個鋼琴烤器 欸我覺得衝一點 把這個顏色做跟這個一樣不好 沒有啦它這個是呼應這裡 呼應這個螢幕框 那螢幕框也太大了吧 對 它如果這個都螢幕就很大了 有個地方我覺得買廉價的 這個 這個天篷真的看起來很廉價 可是我用手去按壓 其實這個指板是厚的 它上面隔音做得不錯 有種你去摸 別抬 因為我們拆過很多這個車的頂篷 其實這塊是有點類似像指板的東西 你用手去按壓 大概就知道這個指板是厚還是薄 然後你經由按壓 你可以按到說它裡面有沒有填充物 其實這個就是影響這個車頂的震動 跟抑制安靜的一個簡單的測試方法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它現在雖然說 很多影片有沒有 都介紹說 這一代引進的Apple CarPlay Enjoy Auto 可是你看英文版 有沒有 Language 有沒有 點進去 UK English 還有這個毛毛蟲有沒有 沒有中文的 這樣比較有Sense 當你出去 有馬子在 然後你看到英文單字 你不懂的話 該怎麼辦 你說我不會是冷錯 那怎麼辦 這個我不知道你們中文是怎麼說 你們這個Rest to Fest to a sitting 請問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們中文怎麼講 會不會 講話當中要夾雜英文 講話如果要Sense一點 要英國槍 英國槍你知道 Hallie Potter有沒有玩過 你像Snape教授那種 我髮型很像 有沒有 I can't 不能說I can't I can't Hallie Potter I can't help you 有吧 那有一個我覺得比較不好的 就是它的杯架 都是只能滿小的圓形 連門版的都一樣 然後我那個有沒有 說你自己有什麼話 乳清啊 不是好不好 我都習慣喝完乳清再打乳家 都比較多啊 不一樣 我的乳清搖搖杯 這邊就放不下 這一邊勉強塞進去 可是它設計是斜的 所以這邊只適合放什麼 有蓋子的寶特瓶 有蓋子的保溫杯 我這樣講 我們先炒到現在 我記得開了170公里 你知道這台車現在幾公里 409 很明顯了吧 很明顯 這才買回來一個禮拜了嗎 差不多一個禮拜 對啊 然後再來一個 一樣潛望性的儀表 它是兩個大圓環兩個小圓環 中間有個4.2吋的全踩的液晶螢幕 我覺得我這幾天室有一個 你看喔 這個離合器 如果你像我 我的腳比較大小 你如果在踩的時候 我很容易腳的左邊 會磨到這個側面 所以我覺得如果給我開 開球這邊會被我磨破掉 好啦無論怎樣 人家至少有給休息踏板 不行不行 讓他笑音 讓他笑音喔 我覺得離合器行程很長 最遠在這 這個 很深耶 超長的啊 可是它雖然很長 可是大概放到1分之1的時候 其實車子就結合了 雖然它的離合器踏板 還算蠻有彈性的 然後不會給你的腳 帶來太大的壓力 我們習慣快速換檔的話 很短的行程就可以完成這個動 可是它這個全部的距離太遠了 接下來我們看 液晶螢幕給你們看一下 好我現在切 這裡有一個information有沒有 我按一下 它會跳到什麼油耗啦 然後行駛的距離 累積的行程 這個什麼 時鐘 這個時鐘 這個最飢熱 這有時鐘以外 上面還有時鐘 所以還有兩個時鐘 還有2021年1月12號 有沒有看到 很鳥喔 很鳥 然後這個是狙子 我不知道狙子要幹嘛 有人會在看這個嗎 知道狙子比較重要嗎 知道狙子有個Veon 我不知道啦 可能有在賽車的人知道好不好 就是一個噱頭吧我覺得 這個就是那個 一樣就是輸出嘛 然後這個是煞車 我煞車放開它就慢慢減少 我現在煞車踩死喔 啪 滿了滿了滿了 我也不知道這要幹嘛 那你剛剛踩那麼快 它還跑那麼慢 我不知道 幹我真的不知道它要幹嘛 好啦我們不懂嘛 好不好 反正有懂得很會講 然後接下來 BOOST 就是那個渦輪增壓 下面有個機油油溫 這個還不錯 那這就是電池跟馬達 跟引擎的輸出的關係 會跑來跑去 對它有一個48伏特的鋰電池 那講到電池喔 它這一次的SWIFT的Sport的 電池是在這個下面 自排版的是在駕駛下面 自排版是12伏特 手排版是48伏特鋰電池 喔是這一個吧 是不是 好像是喔 12伏特的電瓶 原廠說一個3萬7 可是他們都沒有提到48多少錢 欸有一個東西我沒講到耶 有車友問我說 這個後保險桿有沒有內鐵 我去看 欸沒有耶 沒有 前一代有嗎 我去看 也沒有啊 都沒有 那有內鐵 好後保險桿沒有內鐵 我幫這個線上的觀眾朋友回答的問題 走啊上車啊 唉 你看 這個至少給我一點金屬的四框 還是有沒有 有點延伸性 所以它這個都是用塑料 不要講這邊啦 這邊都塑料 我就覺得有點單調 你至少兩個 四個出風口再加個框 我覺得感覺會更好 我覺得啦 反正愛和夢想 怎樣 你要買也要等一面 怎樣 選什麼 哈哈哈哈 喔幹我直接這樣好屌喔 小吃你的車好貴喔 怎樣賣掉了怎樣 喔幹 好爽喔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這樣 就跟那個餐廳有沒有 要半年前訂那種感覺是一樣 感覺只有好而已 這個桿就超薄耶 比衛生棉還薄 靠北 摩擬衛生棉厚還是厚 應該是這個吧 沒有你要 你桿就是媽弱 要看你是用夜安型 還是用什麼型 真的還不一定 不過這邊有鏡子耶 這算有體恤愛漂亮的駕駛者 那這個就是AUX跟連接手機的USB線 這做得滿對身滿可愛的 它如果蓋起來是兩個圓圓的 我覺得還滿可愛的 有沒有 出發 它這個定速的按鈕做得不是很舊手 不過我訓練了一下才知道 它先按這個定速鍵之後 你要先往下撥 那往下撥之後你才去 設定速度 所以它要兩個動作完成這個定速 那它有一個限速 就是我們上次1220 一樣的限速 對 這是選擇你跟車的距離 好我們先出發 這台車我第一次開到的感覺是 離合器很輕 拍檔很明確 但是行程我覺得算中等 不算長也不算短 檔位還算明確 它有那個 它有保護 就是比如說你開到150 你想要打四檔是進不去的 以前機械式的就沒有 你硬幹還是會進去 啪哈哈爆引擎 那我現在把這個information 等一下我調到油電的那個 等一下 這樣 下次引擎出力 我等一下會起步 加速 你看看那個變的情形 好你看我現在加速稍微 它的那個電池啊 幫助啊 我的觀察都只有大概三秒而已 好加速 好我現在才要底 不見了對不對 嗯 我在換檔 依然只有三秒而已 換檔了都三秒而已 對你有沒有發現 我本來以為這個電池會一直幫助你 可是後來我發現它只有 你急加速下去的三秒鐘 大概三秒鐘的時間而已 然後我第一天開到這台車的時候啊 我覺得那個輪胎超大聲 所以上一次我們第一次拍的時候 我有檢查胎壓 就是我覺得現在這個輪子 就一直是轟轟叫的聲音 下面輪噪聲真的很大 而且啊 大家有沒有覺得你的腳踩在它現在的地毯上 你可以感受到地上的那種震動感 就是你過了一個窟窿 或是地上有一個石頭 其實你透過你的腳底是感受得到的 很明顯 很明顯 我覺得這個下面的噪音很大 反而上面風切聲還好喔 我本來以為它這個車車那麼高 上面風切聲應該很大 可是其實這邊都還好 那我那一天我把胎壓放少了以後 有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很明顯 你看它現在在閃那個車道偏移 其實我車道沒有偏移 我開了這一個禮拜 這一個禮拜是不是都要下雨 我們下班回家晚上對不對 它車道偏移 每天都在物作動 那待會兒我給你試一下 車道偏移有沒有跳單 你要不要 我要偏喔 後面沒有車 我偏 不會震動啊 也沒有聲音啊 跳單咧 就亮那個螢幕而已 也嗶嗶嗶都沒有啊 我去看它的手冊 上面是寫說會震動 然後會有警告 那那個算警告是不是 呵呵呵 算吧 我不知道 好吧 反正可能我們不會用不懂 懂的人再教我們 要不然就是看其他車評大大 有沒有人教的 我現在出題目給那些車評大大 呵呵呵呵 人家不就會看 你看 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滿鳥 就跟車啦 我現在打開跟車好了 我現在設定在100 手排跟車就是 你還是得自己退檔 那它這個跟車系統 手排 在手排部分是三檔以上才能用 三檔以上不能用 不過它這本來就是半數域了嘛 基本上 它就是 很多人有一個疑問 我當初買的時候我也有疑問啊 到底 手排車要怎麼跟車 所以事實證明 應該是只能在 高速公路上面跟啊 我們現在是兩格的車距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兩格的距離 大概就是 我覺得應該就是 高速公路的標準距離 大概 我記得是六個車上 還八個是怎麼忘的 那我現在把它說成一格 欸好恐怖喔 前面好像要塞車了 啊待會我要不要踩煞車了 等它一下 等它一下 有啦它有塞車 它有塞車 可是 我很想要試看看說 如果萬一速度降到 很低的狀況之下 它會不會 應該會熄火啦 我們要試熄火嗎 你要去哪裡吃 在這裡喔 好恐怖喔 要躲那麼大喔 我準備手煞車 很恐怖 等一下 好 現在要靜止囉 準備靜止囉 欸 它沒有車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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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 它沒有踩咧 因為它走不到車啊 這不是車嗎 乾 熄火了 可是剛剛太遠了啊 我到這邊才踩咧 它不踩欸 那台車跑了嘛 那我換來這邊嘛 然後它沒有看到那台車停在那邊 我記得 上一部片 我們RAV也是這樣 你記不記得 也是下閘道的時候 它不踩煞車 前面那台車走了 然後我們下閘道 然後前面一台RAV4 停在那邊等紅綠燈 結果它不踩 然後我借路踩 你記不記得 好恐怖喔 我每次車車我都麻了 很怕欸 很壞欸 踩了踩了 踩了啦 欸前面踩了啦 你要不要踩了 看好恐怖喔 在那邊踩嗎 踩了踩了 有了有了有了 看 欸好像有點恐怖欸 有點恐怖對不對 嚇一波欸 沒有這台嗎 沒有它沒有 我踩的 我踩的因為太可怕了 因為它速度很快 因為它速度我不相信 我是不信任 不是它做不到 是我明明的 太可怕了 現在是重新搜尋比較慢一點 不知道 我目前試起來是這樣 我剛剛有一點小瞎到 然後忘記踩過來去騎我 好啦反正 我還在想剛剛是怎麼回事啊 好啦我要講一下 這個車我講一下 我這一個禮拜開的感覺 我覺得它這個 二檔三檔非常貼備 加速也非常的快 我跟你講它給你的快啊 就在於那個 馬達介入的那幾秒鐘 真的幾秒鐘 好這個沒有跳蛋了嘛 對不對 牛叫聲我們也沒有講了嘛 這一集這個車 我們要講一個什麼 特別評論 我認為這是一台不持久的車 早洩車 不行我們 要華麗的詞惠 這個車主才不會生氣 這個加速延續性不佳 有沒有有好一點嗎 好很多了 好很多嘛齁 就是不持久 又不持久 我覺得它在最了不起 在3000轉到4000轉 這個地方是 加速是最快的時候 但是過4000轉就軟掉了 不瞞你說 我那天在高速公路上 四檔有跟MX5小跑一下 4000轉之前 我跟它一起加速 我們是一起 4000轉之後 就拜拜 它就拜拜 不是 它就越來越遠了 沒有啦我知道 我那個算越級打怪 人家是2.0的啊 那我只是想說 搞不好可以稍微纏鬥一下 沒有 毫無懸念 馬上被拉開 你看它現在在閃 它剛剛說我歪一邊 它剛剛我明明就是在 車道裡面對不對 可是它閃車道便宜 這個也是我這一個禮拜 開發生的問題 我每天都會遇到 霧偵測 我剛剛講到一半對不對 你如果這個晚上的時候 尤其是晚上的時候 尤其是在你剛剛下閘道 在一些這個路燈 沒有這麼亮的一些路況上面 它的車道標線的那個 搜尋 成效很差 觀察到它晚上的霧偵測率超高 尤其是下雨天晚上 那天下雨天我下 新電交流道 一直霧偵測 一直閃 然後我就一直看 我就在線裡面 然後它就一直閃 一直閃 如果有買到這個 新車的光朋友 有這個 你有自動跟車的這個 系統 或者是車道便宜車系統 我很歡迎 可以大家來分享一下 因為我真的 前幾天的下雨天 真的每天晚上 必定都會發生 霧偵測這件事情 怎樣 霧偵測怎樣 都要看啊 明年再來了 明年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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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成這樣你會理它嗎 你會弄嗎 賣成這樣露水你會處理嗎 會啦還是會處理 先慢了一點 沒有啦 你有回來才處理 你不回來就算 好上山 因為我家三路對不對 我每天被這個A柱弄得好棍子 這A柱真的是 也擋到蠻多 它除了粗以外有沒有 這下面整個是一個 像金字塔型有沒有 真的不清楚 然後我覺得避震器設定算 我坦白說算不錯啦 它這個避震器 我覺得很特殊的一點是 你如果是那種 小小的坑洞不大的 其實它吸收得很好 像這種小的 其實它吸收得很好 可是動稍微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整來車會變成是用跳的 所以我會把它歸咎於 可能車太輕 那車重不夠吧 我覺得有可能車重不夠會變跳 壓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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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我一樣啊 南港壓不住 你知道嗎 尿尿的時候用兩隻手 你不知道嗎 它噴到臉啊 你把它壓下去啊 不是很長不知道 沒有沒有不一定 看狀態啊 它是那個伸縮自如的 跟那個魯夫兒一樣 跟魯夫在一起一定很幸福 而且都是橡膠的 跟他馬哲問說 那我跟你在一起幹嘛 我去買一個橡膠的就好了 可是它會伸縮自如啊 那個誰也會啊 小木偶也會啊 說實話 說謊話 說實話 說實話 謊話 那 過彎的這個 循跡性也很流利啊 它這個 你看嘛 我們之前最常試的 有沒有 我稍微這樣 車就會晃對不對 然後加速度 我覺得在山路是 真的是蠻不錯 但延續性真的不好 不過因為我說那個 加速的延續性不好 不持久對不對 可是這個我覺得 在山道上面 山路上面 就比較沒那麼吃虧了 因為山道你只要 隨時把它轉速 維持在三四圈 轉這個地方 那你就能確保 你都能發揮到最高的能力 但是我開起來啊 其實坦白說 我不覺得這個有鋼炮感 缺了一個熱情的感覺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因為它引擎的聲音比 排氣管聲音還大 現在四缸雖然它不震動了 比起以前的三缸 這次的這個 代速的製正系統 做得很好 牠帶你知不知道 嗯 單身狗嘛對不對 買台SWIFT加入群組 哇靠 沒超多 我跟妳講 裡面都沒有 裡面都沒有 所以以後 單身狗我教你們一個 最簡單的方法 你看哪一台車可愛 女性車主多 你就買那個車 然後加入群組 加入車短 這樣你們就可以自己小小高潮一下 呵呵呵呵呵呵 我開了這一個禮拜 我覺得很好開 很順 加速需要的時候OK 只是延續性不好而已 避震器設定也非常的剛好 但是我就覺得說 第一個 我剛剛說引擎聲 大獲排氣管聲 真的有時候你在加速啊 你加速到這個4000轉 不要說4000轉 3500轉之後 你就聽到引擎聲那種 那不是怒吼 但是我快要死掉了 那種 我快要死掉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要留這車 所以我會改排氣管 你不改 就這樣 我覺得熱情度 不是很好 不能 不太能稱為小鋼炮 但是我就講了 又另外一個尷尬的地方 就是 它就是一台小車 我要到底該用什麼角度去 判斷這台車子 說 這樣的隔音是可以接受 或不能接受 對 用這個價錢 對啊 它這個價錢是 這個進口車的價錢 但是 它的車格是 我們國產小型車的車格 所以我其實不太知道 要用什麼樣的角度 來判斷這台車 不過我覺得 雖然這樣子 對其他車不公平 我如果 跟它差不多大小的車 比起來的話 它的隔音 坦白說 組裝扎實度做得還不錯 喔 對 這兩天我看來發現一件事情 它的方向盤其實 設計很輕 有比Centra輕嗎 呃 沒有 我只能拿它跟它比了 你為什麼 你不要再把它拿出來了啦 這樣人家會覺得 我們每次都在講它 因為我本來買這個車 我以為它是鋼炮 結果引擎 引擎這個慘叫 然後排氣管沒聲 然後方向盤太細 然後方向盤又太輕 欸你看這個 這樣 我用小拇指好不好 有沒有 欸我是沒有練小拇指喔 這個我有練 但是小拇指沒練喔 好不好 再來一個你可能你要花 現在你要花80萬買一台首牌車 坦白說 好像也買不到 反正就是老話一句嘛 怎樣 沒有熱情怎樣 不是鋼炮怎樣 明年清早 你知道我講了那麼多有沒有 我忽然覺得說 無所謂 好不好 我要超定價把它賣掉 好爽喔 看 欸 甚至花 預算買的車 先找到現在還沒賣掉 要賠錢給人家還賣不掉 終於來一台 燒燙燙的了 喔它有那個 緩坡起步 有沒有 稍微放下煞車 3秒鐘 大概2至3秒 喔這個A柱 幹 摩托槽 來 欸 欸 欸 是不會怎樣 就是有一種不確定感 很討厭 欸 我有遇到有消費者喔 開著前一代的一年前的自排版的來故車 說 他想要換成手排版 我自己開過手排版之後 我覺得啦 如果你真的不是像我們這種很喜歡這種自己爐的感覺喔 我建議是不用這樣換 我自己覺得沒有太大的意義啦 我說實在 因為我覺得小小失望 沒有我想像中那種鋼泡感 你看我剛剛說 啊 有個東西很鳥喔 你看喔 我重開一點點 有沒有聽到聲音 對對對 有沒有聽到 對啊 有什麼聲音 我上次開的時候我就想說 那是什麼小聲音啊 來 我拿麥克風給大家收音聽 有沒有 好 他是一種很尖銳很像那個 拿東西刮玻璃有沒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看 好像 有沒有 所以是玻璃在彈跳的聲音 玻璃在晃就有聲音啊 所以當窗戶 當窗戶搖一點下來的時候 你過坑洞 就會有那種 那種 有點稍微 我覺得聽起來蠻尖銳的 不舒服 這邊不知道有沒有 這邊沒有 好啦可能只有個粒吧 所以我買到這台有 但是我覺得齁 這一台車出了以後啊 我猜啦 前一代的SWIFT SPORT 可能不要說漲價 漲價太誇張 我覺得價錢會掉的比較慢 因為其實齁 我之前買過限量50台的 A250手排車對不對 其實那個車叫好不叫做 當時我去買的時候 我想說賓氏睽違30年 終於又有手排車來台灣對不對 我告訴你 他賣到最後還有大概7、8台的故作 賣不掉 有可能有幾個原因啦 會開賓氏的人 他有那麼多錢 他不太想開手排車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現在 這個車很明顯是年輕人的車沒錯吧 現在年輕人會開手排的 真的很少 就算有手排的 考完以後幾乎也沒有在路上開過 所以也不太敢去嘗試嘛 因為會怕 所以我覺得現在手排車的人口 真的是少的 願意進來 當然我們也應該給他鼓勵了 因為現在真的很少車 代理商或者是這個 車商願意進這個手排的版本 那確實是因為手排的族群 真的沒那麼多 你看我們那Camaro手排的 也是一樣啊 叫好不叫做啊 我覺得會變成一個定位 有一點稍微模糊啦 你Camaro你要開帥的 我開手排幹嘛 我那個自排的 我出去那個大黃蜂出去就很帥啦 美國肌肉車 那我今天我要來開一台SWIFT 我當然是要它的便利 好停車省油 我幹嘛買手排的啊 為什麼我會說我覺得前一代的 價錢會掉的很慢 甚至漲價我不知道有沒有可 是因為我覺得除了手排跟跟車以外 我真的沒有覺得有太多太大的差異性 而且又多了一個電池 為什麼我要多一個有可能會壞掉的東西 然後馬力又是減少 啊我要買一個小鋼砲 馬力又減少又多一個電瓶 我真的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再加上我說的 真的實際讓你開過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是沒有開過 我當初買再來的時候我也沒開過啊 我覺得開過以後你會覺得它很順暢很好開 四驅很流利 可是你真的少了一份熱血的感覺 它只能撐得上一台操控很有樂趣 很舊手的手排車 很容易上手 但是你要有一點像我們這種路感啊 激情感啊 那真的要花一點錢改 好不好 那拍了兩集喔 好天氣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 它盲點有B耶 我很少聽到它B耶 打方向真的會B嗎 那是意思說我都不打方向 哈哈哈哈 整體來說我覺得它的 呃 評價還算不錯啦 至於貴跟便宜我覺得 我不想買 上一次我嫌人家太貴嘛對不對 嗯 這一次我不能嫌啊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80萬去哪裡買首排車 第一個 第二個是 太貴怎樣 哈哈哈哈 幹就來了是不是 今天這一集的流行雨就太貴怎樣 不好怎樣 位置太小怎樣 空間不夠大又怎樣 啊搬Swift就這樣 反正Suzuki很擅長把東西做得小小 你有沒有發現 對 它車都很小啊 Suzuki什麼東西都做得很小啊 嗯 好啦那這一集的這個 Suzuki開箱影片 簡單的開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喜歡我們的影片 要記得訂閱留言分享喔 開啟小鈴鐺 已經緊繃了 仙草沒賣掉 這台也沒賣 218也沒賣 緊繃了 沒錢再買車了好不好 不要再叫我買GR了 GR太貴買不起 所以跑不夠MX5 這個馬丹叫怎樣嗎 這樣 就加入他 買台MX5回來 呵呵呵呵呵呵呵 剛剛不是說沒錢 OK 對齁 嗯 I used to tread light on a tightrope until I jumped free with my eyes closed every moment in life is like a slideshow and I'm just pulling streams for the maestro There's a question I'll ask you Who are you answer to? We all gotta take a course Life is an institute If you wanna truly soar Nothing can limit you A light in the dark room Ain't nobody dimming you Yeah I can't settle Yo brown boy Mama told me I was special Learning man is my risk Ain't no way to lose Why you holding on to fear You gotta parachute Chattin on you to the latter two It's all determined by your attitude Cuz I want better for mine Walking out the business All I needed was time Use to be frightened Use to be frightened Jump in from mountains But now I'm enlightened Life is no island Just let the light in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h no See I'd rather fall I'd rather fall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me I just wanna live free 這兩天我開起來 我覺得它的輪噪聲好大 我有在開戰車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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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這次不是跳牛車 這次是戰車 我先量一下胎壓 因為我懷疑是不是胎壓打太飽了 所以太大聲 那我剛剛有看側面齁 來看一下 一般車子側面都會貼這個胎壓的建議值 三個人的時候 前輪33後輪31 有沒有 五個人坐滿 前輪建議36後輪建議41 那我覺得我要參照這個 3331 我來量一下現在是多少 欸40啦 你怎麼罵咧 打到40喔 快41了 我把它降到35左右好了 欸不 我用胎壓要這樣不是嗎 欸對阿 對對對 不好意思 原廠胎壓要注意阿 好不好 每次借來測試的車 胎壓要打那麼薄 我把它放到30 不要好笑 喔還有一個 它這個倒長龍很可愛 可愛極了 這邊看它大排對不對 上面這邊先不論它 不管它遮到什麼東西遮到 你看 這像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喜劇之王那個周星馳流的鼻水 莫文匯有沒有 我最愛吃 好像鼻水這樣 吸上來有沒有 吹下來有沒有 按這個我跟你講 我每天下雨 我每天倒車你看 我稍微踩一下有沒有 我每天看到它在那邊抖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鼻水什麼時候掉下來 有沒有 哇 它 antigüne嘛沒有 所以這個是它 倒車顯影鏡頭設計位置的問題 反正就是你看這樣 是不是都很不清楚 你看 噢 摔下來 你等它掉下來 我等不到 不會掉啦 它掉了 我跟你講 殺了一個它還有千千萬萬的它 甩下來 哦哦哦哦 一直抖 哇 殺小 這不行啦 對